南迴公路 萬區難行 加上落實平凡 沒想到有高雄民眾 開車要到花蓮找朋友 竟然開到中風 你做什麼是這樣嗎 男子反應遲緩四隻五粒 貪坐在車內 不行 他要出事耶 他身體都開下去 撞到車子就麻煩了 遠景見情況不對 不斷勸說男子要休息一下 別再開車 但男子卻堅持自己沒事 你這樣想好去便宜一下 男子連下車都有困難 遠景為了安全起見 將他再回派出所休息 並呼叫救護車 事情就發生在 6月26號晚上7點半 證明良心男子 從花蓮開車要返回高雄 車輛行駛到南迴公路 台東金輪山路段時 男子疑似腦中風 整個人四肢無力 而前一天 他從高雄開了6小時 336公里的車 到花蓮找朋友 疑似疲勞駕駛 因其腦中風 如果有一些 會造成中風的 這些蠻性病的因子的話 那麼長途駕駛 還是會造成一些壓力 經通知消防隊 護送就醫 即時挽回該名駕駛性命 經過醫院治療 男子目前沒有大礙 不過長途駕駛 容易遺起身體不適 幸好遠景即時發現 才保住男子一命 記者綜合報導 快ывайтесь 489 5